繼續來關心 今天下午花蓮重得和人區間的清水隧道內 有一班北上229次自強號列車在隧道出口遭遇土石流 導致整列火車是卡在隧道無法行駛 僅以東正線單線雙向行車 而事故也連帶影響到宜蘭旅客了 宜蘭站部分南下車次顯示霧點超過半個小時 有旅客遲遲等不到車乾脆取消行程 相當無奈 人來人往的宜蘭車站旅客提著大包小包等了又等 走向告示牌 看見北上229次自強號列車上頭顯示未定 讓他們臉色一沉 就乾脆取消了這個行程算了 好 大宇席台21號下午北上229次自強號列車 行進花蓮重得和人區間的清水隧道出口時 意外遭遇土石流 火車因此出軌 整輛列車卡在隧道無法行駛 竟以東正縣單線雙向行車 而事故也連帶影響附近的車站 尤其周五晚間通車的人次眾多 宜蘭站南下181車次也顯示晚了35分 有旅客願意繼續等 也有人只得取消行程相當無奈 等次強 天災量貨花蓮新城車站三月台事發後有停放一列三千型的火車待命 而在修復前台鐵花蓮段火車都先踩雙向單線 時速20公里下明底減速通行 29次旅客525人也已經安排搭乘區間車 順利接駁回重得戰績新城站 並視情況乘坐其他列車前往目的地 借宜蘭花蓮綜合報導